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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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的工作不能離開崗位 你去找你們導遊好了 坐下找到自己的位子 坐下 好嗎 不要 請往前走 請往前走 你擋了過道嗎 這不是我擋嗎 珊珊 你在幹什麼呢 快讓乘客進去啊 乘務長 旅遊團的人要調換座位 對 也不是那個導遊怎麼帶對了 好了 快安頓好過道上的乘客 請大家現在進去座位號坐下 讓你坐到來 不要影響後面的乘客登機 謝謝 這叫什麼事啊 登機登這麼費勁 你們和李先生有沒有矛盾 你們一邊說去 你們這些空船骨折能力 怎麼這麼差 請大家借好安全帶謝謝 來 李爹 過來幫我把箱子放上去 來先生幫我一把 幹什麼你 你知道我這裡面坐的是什麼 不是野青花吧 先生先生別生氣啊 沒事 來 我們一起待 瞬間怎麼了 你沒事吧 就是閃了一下 沒事的 我跟你講 歐別 有的 縱脫 鱼 机长 什么事 要是没有这两次停飞 我的精力时间应该累积够了 我都十来天没有上过飞机了 您能不能让我上座坐一会儿啊 不是想让机长犯错误啊 就一小货儿求你了机长 你比方坤还紧 怎么了 方坤当年当学院的时候 跟你一样及时上座 飞机很快就要降落在海中机场 请乘客们再次确认一下 安全带是否有经济好 快点快去制止乘客 飞机滑行的速度很快 容易发生危险 飞机还在滑行 请乘客们不要站起来 不要解开安全带 快坐下 快坐下 飞机还在滑行 飞机还在滑行 请乘客们不要站起来 不要解开安全带 先生 您先坐下 请先坐下 飞机 什么素质 像飞机也有抢 谢谢义父 谢谢机长 我看滕飞啊 就像刚拿到车粉的新手一样 欠着车就手哑哑 机长 下面的事情就交给我吧 是看车的 咱们 搞什么搞 谁开的飞机啊 艾珊珊 梁姐 快帮着把伤者平放在过道上 小心点 不要随便动它啊 请大家在座位上坐好 保持安静 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抢救伤员的 请大家坐好 请坐下 机长 有位乘客被掉下来的行李砸伤了 请马上联系地面指挥中心 派辆救护车来 我马上联系 请采取一切办法 做好伤员的紧急救护 2929呼叫地面指挥中心 2929呼叫地面指挥中心 马上回到你的位置下 好 知道了 主任 2929呼叫地面指挥中心 雷克桑行李突然滑落 砸伤了一名乘客 伤者现在已经昏迷了 立刻通知带命的救护车 赶到2929降落地点 通知机坪上的所有车辆 给救护车上路 好 女士们 先生们 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长 刚才有一位乘客 被掉下来的行李砸伤了 现在我们已经联系到了救护车 赶过来急救 为了争取抢救时间 当舱门开启以后 请乘客们在原位坐好 让出通道 我为由此给大家带来的不便 深表歉意 谢谢大家了 你 乘客已经受伤了怎么办啊 行李滑落砸伤乘客 这种事情在各行公司都比较常见 飞机还在滑行 乘客就站起来拿行李 这一直是让人头疼的老问题 难道让程库组来承担责任吗 程库长 我 要是这个程库有什么三小两短 我们是不是要承担责任啊 责任我们谁也讨不掉 不过现在别想那么多了 伤员情况怎么样 头部受伤具体的先送医院做过席地检查比较清楚 小李 你跟着去医院有什么情况及时跟我联系 好的 程库长 你们程库组也要派一个人跟着去医院 山山 你去吧 手机开着啊 我会马上赶过来 好 飞机在开始下降的时候 你做了安全检查了吗 先生 你能不能先坐下 为什么没有发现没关好的行李箱 有没有管过提醒 有没有劝阻乘客 不要站起来拿行李 对不起 我知道这是客舱管理的老大难问题之一 几乎每个航班都遇到过 但是 绝不能出现在我们的航班上 可是现在 这已经是一起安全事故了 你知道吗 方总 这件事我会接受案件部的调查 不是吧 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处理 处理完了还要去医院看伤员 公司 제로装车 飞机在滑上的时候为什么急停一次 可能是不是自动刹车系统 出了什么问题啊 我想去医院看看 你去吧 我们在食堂等你 淑琳姐 你是去医院吗 我陪你一起去 这件事的责任 在我们客舱部 你明天还有飞行任务 就别去了 真的你怕 我在四号位 那检牌是我负责 等他站起来的时候 我过去制止他们了 他帮他们把行李箱重新关上 就是这个人实在是太讨厌了 就没有过去检查他的行李了 其实是 我们驾驶舱也有责任 对了 飞机怎么会突然停了一下呢 是不是刹车系统出了问题 我这是在哪啊 我这是在哪啊 你跟我说我这是在哪 我这是在哪啊 我这是在哪啊 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这是什么地方 先生您先别动 您提前不能起来 我怎么了 你跟我说 我们把您送到医院来了 您被行李给砸到了 不是我严重吧 我严不严重 我不会 你怎么样 小李 情况怎么样 方总 病人刚刚做完脑电图 你脑袋受伤了 连什么怎么都来了 是 天呐 是不是堆积了 我会不会有后遗症啊 我会不会开会 放我钱 放我钱 从片子上来看 脑部没有出血 伤员目前又很危险 短暂的昏迷 是因为突然剧烈的脑震荡 引起的 脑部的外伤 很容易造成小血管出血 血会慢慢渗出 所以 病人还需要留院观察两天 谢谢 树立 飞机上 又发生什么事了 没什么 只是个小事故 你 医生怎么说 我的脑袋 是不是伤得很重啊 医生说没有生命危险 但是需要住院两天观察观察 谁知道还会不会有后遗症 我上又老下又小 都靠我一个人咬过 要是我残废了怎么办 我花钱坐飞机 你们就要对全哥负责 反正我是在飞机上送伤的 你们不能不管 不能就这样算了 我要找律师 我要投诉 我要去反应告你们 你明明是被你自己的行李砸伤的 飞机刚刚降落 你就站起来打开行李 我们广播提醒你这样很危险 让你马上坐下 我也到成哥当中去劝你们 可你就是不听 我怎么知道这会有危险啊 飞机不都是降到地面上了吗 飞机在跑道上滑行 要从三百公里时速逐步降下来 您想想 您平时在一百五十万行驶的 汽车上能够随便站起来 搬运行李吗 这是飞机大的 您对速度的感觉不准确而已 可是 可是他在飞机上 没有告诉我的信 这就是一个乘务员的实质 这是常识 自己素质那么差 还怪别人 大家都坐飞机 飞机上一百多乘客 怎么就你被砸伤啊 珊珊 珊珊 别说了 天真算有眼 没让你的行李把 别的乘客砸伤 你的意思是 是我活该是不是 这不是你自己说的 珊珊 这 你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 现在虽然不是在飞机上 可是你面对的还是乘客 先出去 先生 我们的工作人比较年轻 非常抱歉 但是您听我解释 运行中心吗 我是机屋大队的箩筐 二三三号飞机 在执行二九二九航班落地滑行时 出现了一次不正常的急停 我怀疑是刹车系统出了问题 我们航后维护也没能查出原因 我建议将飞机拉回机库 连一座彻底的检查 好的 那我马上就和地面指挥中心联系 师傅 晚上又要加班啊 你还想睡觉啊 去 马上通知千蕴哲司机 做好准备 小心 你以为你就是艾山山 你以为现在是业余时间吗 不 你是一名职业空乘 你今天的飞行任务还没有结束 你运送的船口还有一名 没有安全抵达目的地 你低头看看你身上穿的是什么 是空乘人员的制服 但你刚才的所作所为 没有一点职业素养 你如果不想干了 干脆抵辞举举报告 像你这样的人 处理你都是浪费时间 犯规 你好够了没有 没错 没错 我是一名小空乘 可是我也有我的尊严 你就知道欺负自己手下的人 这算什么能耐 有能耐就像那个 胡搅满前的乘客时啊 我看你还是马上转行吧 这也无改行 开除我 我还不想干了呢 珊珊 你冷静一点 别这样 你别哭了 你听我说